好 继续来看 以前大家觉得手机从16G 慢慢的256512 现在其实1TB都有了 那如果这样还觉得储存空间不足 怎么办呢 好 其实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要做好最重要的三件事 其实是有七件事 但是我觉得这三件事你做到 至少你就可以把你的储存空间 拉回至少20G以上 怎么说呢 我们刚刚进广告的时候 我就直接先拉 第一个你们最常用的就是什么 Line 你看哦 终于姐 我的Line现在在我的资料这边 超多 37G 你有没有看到 我这个37G 你这个是进设定里面就看的 这个你到Line里面的设定聊天 然后下面有个删除资料 你选择它以后就会跳出这一个 它会跑出来说 你目前占了多少的空间 那你可以看到我这有37G 那这37G我们要怎么办呢 因为这个就是你平常在那边跟联结 加入很多社团啊 来帮黄金线 加入黄金线的什么 Line好友 一定要 还有汽车周边送你哦 有是 当然 那一样我们在里面可能有人会聊天 或者是发布相关的影片或照片 其实都会占我们手机的空间 那这空间里面呢 你可以怎么做呢 有一些的聊天室 比如说你加入很多那种团妈团霸社群 那一种呢 你会觉得说 它里面要贴很多照片啊 或者是很多的影片 你就可以下面 我们实际带大家操作一下 在最下面有个一聊天室删除资料 你就可以把它点下去 然后你可以看到 我最近的聊天室最多的是这个 BOSS就是老板们的 他每天都在贴池的 他占了740Mb的容量 这时候该怎么办 你可以把它点下去 然后这边有一个删除 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照片 你看光照片就632Mb了 我点进去才发现 原来我那个群组占的空间这么大 对 你就去看 像我这个老板这个呢 我觉得那照片 有一些我会存在我的相簿里了嘛 所以我觉得没有用了 你就可以按一下删除 删除 我马上就释放了600多Mb 在我的空间里 这第一个 第二个大家最常用的是什么呢 WeChat 微信 我有一个聊天室 是1.3Gb 行不行 所以东西你看嘛 那个聊天室 如果你不常用 你就点进去 是我先生 那你留着啦 好 再来 WeChat也会 你看我个WeChat呢 有32点 也是32G 我几乎一两个月 就清一次 真的要清 这个不清 这一直在 这边也是啊 就是说你哪些的 比如说聊天的内容 或快取的 这些没有用到的 都把它删掉 对对对对 你就可以生出了很多空间了 第三个很多会下载很多APP嘛 可是APP你不常用啊 你自己直接就把它全部移除掉 有些APP有些游戏都一两G的 你删一删 因为你可以选择 是要删除档案还是讯息还是照片 没错 啊有些讯息搞不好重要嘛 对 那有些照片 段忠祐姐 我们大家的个性已经这样 这个照片很棒 比如说 就立刻存下来 比如说他小孩的照片存给 哇好可爱 我一定存下来了 对他小孩的照片 为什么要存给你 诶 分享 好存心 他想很可爱 很一样 我就会存在我的相簿里 我就不会 那你等于存在相簿 然后你LINE里面又有 是不是等于双重了 对对对对 所以这几个地方 你把它删掉 空间可以释放很多 OK 诶今天我觉得这个 光是一个LINE的这个APP 因为台湾的朋友们 我相信你大概 每个人都会使用到 对 那你都不知不觉 被它占据很多空间 我们把它释放出来 也很好 对不对 那等一下来看 就刚才有聊到嘛 因为手机会发烫 小旭已经有聊到 怎么样让它散热 等一下Kidsplay要分享 很特别 人散热的方式 稍后回来 地球王金线 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事报导 年底Toyota的全球 这是树立校 我们现在自驾 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踩下油门 地球王金线邀您一起上线 我们下车的车事报